缅甸中文网讯 1月9日 缅甸国务资镇昂山速季 还出席了缅北克勤邦葡萄市的阿特南团水电站运营开幕仪式同时 出席该仪式的有联邦部长卓隋上将 一昂上将及军方代表官员们 克勤邦帮长克昂博士省级部长官员们 既相关人员们 均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 开幕仪式现场设立在水电站附近临时舞台上 缅甸国务资镇昂山速季的开幕式上表示 很欣慰能参与本次开幕式 同时已很高兴 能和克勤邦当地人民们近距离的接触交流 缅甸的水电部门MOEE 为了能让电力在全国普及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电能源对我乃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以非常简单的话语来说 光照进一个家庭 照亮的不仅仅是房屋 而是我们的未来电能源 带来的不仅仅是光亮 还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促进产能 而且对于教育医疗 供水等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 也非常重要聚系阿克南管水电站 位于葡萄市西部7公里处 总装机容量为3.2兆KV 年均产电量为1400多MKV 该水电站除了给予包括葡萄市10街区 吉马钱包镇4街区在内的地区工店以外 还给周围23个村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生活用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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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